大家好,我是林子瑜 Eddie 很高興又回到IOH 今天要講的是 Part 2 的部分 Part 2 主要是在講 關於了解學校科系 以及關於入學申請考試 這個部分 首先呢,這是我的目錄 首先先講要怎麼了解科系 如何去了解你想念的科系是什麼 因為每個學校其實就算是相同科系 也可能著重的方法也不太一樣 第一個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看IOH上面的Talks IOH上面的Talks 是來自國內或國外的 不管大學也好,研究所也好 然後有各個不同領域的人 所講的親身經歷 所以可以聽到更多關於 這個科系內部的消息 那還有他們實際上有在 實際上可能外人看不到的東西 那第二個呢 如果是以台大來講的話 就是像杜鑑花節啊 在每年春天台大都會辦一個杜鑑花節 裡面的科系博覽會 也會有某種程度上面的介紹 那當然我覺得在這裡的前提是 就是各位已經有所目標 就是在未來選擇科系 這個已經有一些大的輪廓和方向 那所以去杜鑑花節呢 就是你可以針對你想念的科系 去做更細一步的詢問啊 學長啊 可能搞不好會有老師或教授在那邊 那也可以得到很多的資訊 那第三個呢 就是最簡單的就是 想念的科系的網站 那你這維力就是台大物理系的網站 那裡面有很多資訊 那也有一些公開的活動 會公佈 那有 嗯 信鑑花其實他們應該都是很歡迎 就是 嗯 大家去參與 然後 裡面也有很多 比如說學生 學生專區啊 然後關於不同領域 都有不同的網頁 那可以 可以去上面看 很多 相關的東西 那第二個呢 我以物理系來講好了 就是我覺得 你如果是要了解物理是在幹嘛 或是說你要了解物理在幹嘛 其實高中學的東西 並不代表整個物理 所以呢 我就閱讀一些科普的書籍 是有很大的幫助 那接下來我會介紹幾本 就是物理的書籍 是我就是高中的時候 看過的 那就是科普的書籍 那所謂科普其實就是 嗯 不會太難 基本上是 他是寫給一般大眾 不是專業的 就是不是那種教科書 而是寫給 可能 他目標絕對不會是 嗯 物理教授之類的 那這裡有幾本 第一個呢 像 最右邊那本 物理之眼鏡 那這是愛因斯蘭寫的 然後是一個 我覺得寫得非常好 就是對於 了解整個物理的概況 然後從古典力學一直講 講到 嗯 最後艾成提出的相對論等等 那裡面講 比如說 包括一些近代物理的東西啊 都非常的清楚 然後 裡面都沒有公式 沒有數學式子 就是純觀念的 去講故事 然後我覺得是非常好 一個 一本書啊 然後可能 我覺得搞不好 國中就看得懂 國中生就看得懂 那 再來就是 嗯 像 左邊這兩個呢 新時間簡史 跟愛因斯蘭的鏡子 都是那個圖文 非常的漂亮 有 非常彩圖 高清彩圖的 嗯 就是圖片在這書裡面 然後就是蠻厚的 像百科全書值得收藏 那 講的東西 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都是講 例如說愛因斯蘭的鏡子裡面 也講了很多關於相對 時空連續的問題 那新時間簡史呢 是 史蒂芬霍經 嗯 在05年再版的一本書 然後也是他寫的 科普書裡面 我覺得算是 蠻 至少比較 比較能懂的一些 一些 的刊物啦 對 那再來中間 如果你想要更深入一點的話 其實有些科普書 其實講的也非常 比較難的話 像這本相對論入門 那其實他有一系列有三本 相對論有三本 還有另一本叫相對論ABC 然後第三本我忘記名字了 不過 就是如果你真的對物理 你非常有興趣的話 或是相對論非常有興趣的話 這幾本書 是可以提供給大家看 那當你看完這些書之後 如果你發現 不喜歡 其實也是 也可以 反而可以知道說 自己喜歡什麼 就是自己不喜歡什麼 那我以後就不想要念物理器 這樣子 對 那基本上 看其他科普書籍呢 的確是很有 很有幫助 那再來其他的部分呢 就是要利用去尋找你的科系的這個 的時候呢 要找到自己的興趣 而且並且善用資源 如果說你想做的是 比較 DIY 或是想自己做的東西 一些電子小玩具啊 之類的 這裡有推薦一個網站 叫做阿達Fruit 那這網站上面就是提供 它包括是買賣這些電子零件啊 然後也提供一些很多小玩具的一些教學 例如說 你可以自製電子溫度計 或是自製壓力計 或自製一個網路攝影機啊 監視器啊 什麼一堆有的沒有的東西 在裡面都會看得到 就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網站 那第二個呢 就是YouTube 是一個非常強大的網站 你在上面可以找到 你只要打進關鍵字 就是說你想念什麼戲 或是你那個戲裡面的某一個領域的東西 那你覺得看文字看書真的太累了 其實有很多影片都有介紹 那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資源 所以其實網路資源真的是非常多的 就是大家可以善用這樣 那再來就是關於申請以及考試的部分 那事實上 當初在高中的時候 講難聽的我就不講要怎麼考試念書啊 因為就是以前就是這樣的考試念書 你考高分的話 你就可以 就可以可能進比較好的科技啊 以前的概念就是這樣 所以是非常不好的 那不過在這裡呢 我還是以就是 物理系當作一個標的 對 那以我的經驗來講 那時候我高一的時候 就提早修課 因為事實上我高一就修高二的物理 那高一物理因為 其實相對的很簡單啊 就是跟國中學的東西 真的沒有差多少 所以那時候我就提早修了高二的物理 所以我比別人的進度還快 然後先學到這些東西 然後就可以參加一些像什麼科學能力競賽啊 或科展這些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這些真的是不要強求 因為這些會花你很多的時間 如果你沒有興趣的話 就不要做這些事情 對 那 提早修課還有另一種的話 就是 你可以先去買 如果你對物理已經有一定的基礎之後 就高一高的 如果你提早學完高三不知道幹嘛的時候 你可以 去看大學用的普通物理的書 那在這裡面 他就會用到比較多大學的數學啊 微積分這些東西 但事實上也沒有很難 就是努力去看的話 其實還是看得懂 那右邊這張譬如就是 一個大部分物理系 或是理工學院用的普通物理的教科書 對 那再來呢 最重要其實我覺得 不管是推增申請還是考試也好 英文能力的培養非常重要 而且不管是念什麼系 那我自己的話其實 那時候 我就不講說 學校英文要怎麼準備 因為其實很無聊 我覺得就是在 茶餘飯後的時候 要怎麼還能增進英文能力的就是 我的做法就是 我就是喜歡看那個美國的影集 對 然後 然後 因為像看一些比較輕鬆的這種 單元劇 喜劇啊 就是可以幫助你更了解一些 講難聽的就語感吧 英文的語感 你在聽力的方面也會提升 然後不然口語的 口說方面呢 也會有所提升 那像這兩個是最近也很紅的 美國影集 How I Met Your Mother 跟The Big Bang Theory 就是 就是 我覺得還蠻推薦大家去看 就是從中去培養英文能力的話 其實是非常好玩 而且很有趣的 對 那 所以基本上 在台灣升學 老實講沒辦法 還是以考試為主 雖然現在越來越偏向於所謂 那些學測的推真入學 但是 學測還是一樣 是要考試 那 如果你能在這之前就能找到目標的話 那你推真入學 可能要準備那些申請資料 那當然就不怕 就包括我剛才講的 那 你 如果能用 各種方法 去 找到 你想念的東西 然後 而且也 像我Part A所說的 可以 多做一些嘗試 可能做一些project 做一些小東西 當你的作品集的話 但是在推真身體方面 當然也是問題 對 那 那 所以 其實 最重要的一點 還是你要先 找到自己的方向 跟興趣 然後 再來利用 善用各個資源 去 嗯 爭取到你想 學的 然後 祝大家 順利 可以 嗯 上 你想念的 大學和科系 謝謝